面对美股上周五重挫的压力 港股昨日低开209点 然后好淡增持 互有攻守 恒指最高见2073点 跌96点 最低为19889点 下跌280点 收市部2023点 跌146点 成交918亿元 作市最大的特点是 恒指虽免不了受压 但跌幅远比估计的小 20,000点心理关口几度增持 有上有落 但都有个度在可控的范围内波动 既无惊喜 亦无惊吓 本难预期的19,900点 有支持大致兑现 因为最低位 也只是教者个位少低11点而矣 港股的硬朗 也得力于内地深户股市的支持 因为内地股市多种指数 区有升有跌 而无论升跌幅度都轻微 这就给作日的港股上落定了条 若借势调整 那就作息度整固即可 所以是安安静静的回顺 一众热满股中 美团 03690 中国海洋石油 00883 吉利汽车 00175 新东方在线 01797 等脱泳移出 亦使上升 当中 以美团公布 幼于预期的业绩最为量例 一度弹升5% 收市仍有2.6%之进账 摩通马上调高美团的目标价至260元 评级为增持 下跌热满股中 港交所 00388 最有压力 此股于今日随正 透减3.45元现金股息 昨日开市职租到抛售 最低见316.4元 急错12.4元 跌幅高达3.8% 其后有反弹 收市部321.2元 仍跌2.3% 此股由月初的362.4元 反复回落至昨日低位316.4元 共蒸发46元 跌幅12.7% 相信调整已足够 有人认为 港交所之下跌 同中美监管方就上市公司的审计问题 达成共识有关 因这样的话 中概股就不用反港上市了 我认为这是天真的想法 作为中概股 为安全计 最好还是在美及港商重上市 一如阿里巴巴 零九九八八那样 我头牌相信 这才是中概股今后上市追求的模式 紧紧压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上 谁信得过呢 美国的言行不一 港一套做一套的是数之不尽 中概股为求自保 当然要在香港多买一个保险料 所以我认为 中概股由美反港的趋势不会终止 港交所亦必然是得益者 加上港股的成交已在回声中 故港交所作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龙头公司 还是不可或忘的佳选 经过昨日的考验 大家可以看出 港股的确底气比前壮得多 美股急插一千点 港股只跌一百四十六点就化解危机 这是何其壮灾的表现 从防守的角度看 港股短期已在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九点见底 而现时之支持继续在一万九千九百点左右 上阻力首先是二万零二百至二万零五百点区间 然后是二万零八百至二万一千点区间